這個何執行長這邊剛剛提了副領長的事 因為我這樣影響到選後 很多事情要忙 那副領長的部分 他當然有剛談到志工的這個時效 滿了相關的福利 那這個是依應的利益 其他的他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鼓勵他們出來 然後譬如說能夠馬上投入在這一個副領長的工作 那有沒有什麼培訓的計畫 本來就是社會跟何執行長要 那個編制沒有叫副領長這個字 可是他也沒有告訴你不能夠副領長 就像當時我在做領長的培訓的時候 我說你可以成立一個領的社區營造工作室 他不敢成立 因為他說里長跟社區發展區都有 可是到最後我說沒有法規說不能成立 那成立之後的話 因為當時的台南區政務很特別 你只要有工作室都可以核銷經費 所以那個不是問題的 所以等於說魂石工作室是 他的那個性質就很像魂石工作室 好那我來提為什麼會需要副領長 是因為我發現到領長他的問題就是在於 七八十八啊 啊他都做一輩子 啊你那時候只換掉了 感覺就 就是那種社群那種情感的連結就很難換 那為了說我是這輩子 這輩子是怎樣 所以我才創了一個副領長的一個概念 可是還沒有人去實踐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因為現在大學規定一個學學 十八個小時的資源服務 每個大學每個學生 那高中生呢也有 尤其台北市政務好像對高中要服務 可是我們現在的高中跟大學的社區服務 的服務都在學校裡面掃地 所以我為什麼才鼓勵說我們的里長跟我們的發展協會 應該可以跟學校多多連結 因為只要有一個高 我上次有講說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的博文課可不可以跟社區合作 可以啊 因為在國外他們就是讓社區的年輕人 去寫社區的爺爺奶奶的那個 那個什麼叫做那個日誌故事 就是說你的一個學習的博文課 就是一堂課去幫你社區的老人家 陪他不是陪他 幫他寫故事書 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 對口述歷史 那那你那你不要自己寫自己的爺爺奶奶 那這樣的話 這個概念是來自於那個 古迪常青春 就是九二一重建的時候 那這些老人家都過世了 結果呢一個一個一個 餐廳的那個老闆娘就把這些老人家收容 收容之後就開始每每個人都來看 每個人來看的時候 老人家就要講一次他的悲悲悲 悲悲的故事 有夠痛嗎 你知道嗎 我本來要來安慰他 變成聽他訴苦 那每次都講 一樣講到最後老人家很疲憊 所以我說 我們鼓勵我們社區的年輕人 為老人家做口述歷史 然後你第一次口述歷史完畢之後 到第二次的時候不要再重複 看一下之前人家寫的口述歷史 然後再重新問別的問題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社區有九十多歲的老人家 我們每個禮拜找一個人陪他寫個口述歷史 一年下來就五十四篇有關於這個老人家 一輩子祈禱的那個故事 那是很感人 所以在舊金山曾經在有一年裡面 他發起為我們這個城市的老人家寫口述歷史 那我回到那個我剛剛領長的部分就是說 你可以我們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當然一開始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領長如果領長當選的時候 先要做就是要領長培訓 還是要跟社區移造學這種方式培訓 鼓勵有新的領長出來 然後透過培訓或者扣過工作法的方式 怎麼樣做有效分工 比如說一個領可能有十個領 這個領可以負責跟資安有關的 這個領可以負責跟環保有關的 這個領可以負責跟那個文史有關 這個領 那這樣每個領長就像 所以領長就算是一個總經理 或是一個社區經理人 那下面的領長就是你的幹部 那各司機制 當然我講這樣真的很理想 因為有可能領長管不動 所以創造一個副領長是說 我們可以跟學校的高中生合作 可以跟大學生合作 現在也有替代義 我不曉得替代義能不能到社區服務 透過這樣的機制的話 創造這個機制 或者是說社區裡面有想法的 他主工可以當 這樣的一個機制 就可以慢慢把這個 把它建構起來 從一個領兩個領慢慢建構起來 很棒 來吧 謝謝 謝謝